大家好,我是波卡多,七龙朱里,王子达尔一开始是作为敌人出场,但后来加入悟空他们那一方后,便常常在悟空生死存亡之际,拯救了他不少次,那么这次就来整理,七龙朱里,王子拯救悟空的次数,让各位好好复习回顾吧。 第一次拯救,在纳美克星时,终于从金纽纳换回身体的悟空,因为伤势太重无法战斗,而当时的达尔却没杀了他,反而是将他带到弗利沙的太空船内,并利用救星的治疗机,使他恢复,算是救了悟空一命。 第二次拯救,在人造人片里,悟空因为心脏病发作,而导致要被十九号杀死时,多亏王子及时出现,踢了十九号一脚,才让悟空免于一死。 第三次拯救,去长版百亿能量战士中,面对强悍的金属克维拉,悟空被他掐住脖子,准备要失去意识的当下,又多亏达尔及时现身,也是帮忙踢了一脚,悟空才捡回一命的。 第四次拯救,去长版三大超级赛亚人里,人造人十三号放出号称可以毁掉一半地球的死亡爆弹,悟空便用双手去接,然而威力实在太强大了,正当悟空快撑不住时,王子再度出现,并丢出气弓弹,将那招打向空中,直接引爆,才使悟空免于一场浩劫。 第五次拯救,复活的融合里,面对斜面拨用剑的攻势,已经无法战斗的悟空,在达尔出手相救下,才没有继续被攻击到。 第六次拯救,在龙珠超破坏神比鲁斯片中,与比鲁斯打完后,失去战力的悟空,从天空掉下差点直接撞船,好在达尔及时出现,用公主抱接住他,悟空才没事的。 第七次拯救,去场版复活的F以及龙珠超黄金福利沙片里,悟空在没有注意下,被大王的部下偷袭,导致悟空差点死在福利沙手上,好险有王子弃弓弹的救援,并换手与大王打,悟空也才逃过一死的。 第八次拯救,龙珠超未来特南克斯片中,在未来第一次对战黑悟空级扎马斯,不敌他们的悟空级大特,准备要被他们打倒的瞬间,王子便从外围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终极闪光,帮忙挡下攻击,救了他们。 第九次拯救,也是在未来特南克斯片中,是第二次对付黑悟空级扎马斯,那时大特帮忙掩护挡下攻击,达尔于是趁机救下倒地的悟空,并带他坐上时光机,回到原来的时间线。 第十次拯救,龙珠超漫画荔枝大会上,悟空中了吉连一拳,卸除自在疾异状态,差点飞出场外出局,都归达尔相救才没事的。 第十一次拯救,在龙珠超漫画银河巡警囚犯篇里,自在疾异公罩的悟空,被魔罗打倒,而其他人也无法打赢魔罗,还好王子瞬间移动及时出现,并用新的招式来对战魔罗,才让悟空没被打死, 并能先在一旁休息。 第十二次拯救,因和巡警囚犯篇的最后,力量被吸收的悟空,要被魔罗杀死时,获得巫苦气的王子,直接注入悟空体内,救了悟空,使得悟空再度变成自在疾异公的状态,还开了几句话,也因此没死掉,并成功打败魔罗。 以上就是,龙珠里,王子达尔救下悟空的次数整理啦,这样整理下来才发现,悟空跟悟犯这对父子,还蛮常需要别人来救,悟犯主要是靠比克,悟空则是要靠王子呢。 那这么多次的拯救,不晓得各位对哪一次王子救下悟空最有印象,另外如果还有漏,也欢迎留言跟我说哟,我是波卡多,喜欢我的影片,欢迎分享或订阅,那波卡影片,下次见。